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灯 压周 抢财神炮 年力各种各样活动 小李是在他说自己是在正月十五的半夜 也就是正月十六的凌晨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正月十五当晚大部分活动都结束了 然后唱乐剧的班子也已经走了 然后等到正月十六十二点三十分 就凌晨凌晨十二点三十分左右时候 小李他们村子在烧纸灯了 就是之前说那个南丁点灯啊 他说这个灯是正月十二就放在宗寺里面的 村里面有生男孩子就被称为天丁嘛 所以就叫天灯 就是这么个习俗 就是都要带自己的南丁去点灯 然后点了灯这些小男孩就正式进入族谱了 但是过了正月十五这些灯就要烧掉 当时就是在烧这种灯 他给我发照片了 这个故事就是真实到他每一个环节都有照片 这个故事要配合照片使用 好的我们会把它发在动态或者是视频里面 小李说自己自己观看的时候 是站在临街的一个废弃的小麦布里面 然后当时点灯烧灯的时候 应该是在马路那边 小麦布呢里面几乎是残骸状了 但是里面两侧有两条石凳 然后他的两个朋友呢 在小李的斜后方估计要有十几米远 小李说意味着他们如果过来找我的话 就要跨过这个石凳子 他开始他这时候已经在疯狂的铺垫了 小李和朋友站位 就是我们也会就是发动态发出来 当时小李最近会成在看烧纸灯 自己突然感到领口一紧 然后感觉到后脑勺的衣领啊 明显被人提上了好几下 就有人在拽你的后领子往上拽 拽了好几下 小李立马转身啊 他不止回头整个人都转过去了 当时小李还以为是自己堂哥在捉弄他 可是他身后也没人啊 离他最近就是那两个离十几米远的朋友 可他们压根也没往小李那看 就在那聊天 然后看烧灯 小李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因为场面比较热闹嘛 也没想这事儿 第二天活动结束啊 小李就回到平时自己生活的一线城市 当天晚上洗完澡 涂完身体乳 涂身体乳的时候他发现不对劲了 自己全身看得到的地方都布满了瑜伽 就是被人被鬼捏的 被揍了 被鬼捏的 小李这时候跟我强调 他投稿时候强调 一他没喝酒 二他没打架 三他没摔下山 这些都是莫名其妙出现的瑜伽 小李说 这一大片一大片伤痕 触目惊心啊 特别是大腿外侧还有膝盖那些 那些伤痕就非常吓人 感觉一下 小李是男的女的 女的女生 那可能不到色鬼 不好说 因为我是很学术的讲 我不是开玩笑 我知道我知道 人鬼不能交合 所以这个鬼在 就实现这种欲望的时候 他只能通过捏的形式 但是我看照片捏的都是很平常的地方 不是你喜欢的那些地方是吧 我也是很正常的在说 对吧 我们在讨论 好的 他说 瑜伽像手印 那就去捏的吗 对 然后我也是经过小李同意 瑜伽的照片呢 我们也会发出来啊 嗯 呃 当时小李已经有些害怕了 就是赶紧就是抽空 跑到寺庙去拜神 嗯 他男朋友还笑他 说你肯定自己撞到 只是没发现 男朋友这个分了吧 不是 不是 主要看了那照片 我觉得很离谱 这怎么可能是撞了 那照片太离谱 就明显是人手捏的嘛 对吧 他主要他面积特别多 他四肢 所有你能看见的地方 都是瑜伽 好可怕呀 对呀 这一群鬼呀 你听啊 嗯 男朋友不是说 就是嘲笑他吗 嗯 后来 让男朋友打脸的事情来了 因为生意上一些事呢 小李和他男朋友 在正月十八的时候 就已经 事情已经过去 第一次遇鬼 已经过去两天了 嗯 他们俩一起又回了老家 嗯 两个人一同住在老家房子里面 他说 不是供奉香火的主屋 是主屋前加盖的一栋楼 他们村子应该也是比较讲究这些 小风水 神鬼 嗯 对 当天晚上 男朋友就做梦 就梦到 缠着小李的那脏东西 这东西是个透明的 呃 但是有实体可以抓住 呃 索性是啊 这个男朋友梦里面 有他 他自己一直在拜的神明 那个神明 就是保护了他 护佑了他 对 然后可能也教训了一下这个脏东西 嗯 男朋友醒了 接着又睡过去了 但是呢 又做了第二个梦 第二个梦那脏东西又来了 我这次是求饶 但是神明还在 不气打 就是又挨打了 又挨打了 呃 小李说自己男朋友是几乎不做梦 可能一年就做个一两次梦的 嗯 有点像我 就是我几乎也是不做梦 好事 也有可能我忘性大 好事 嗯 不做梦好睡的时候 他第二天醒过来 男朋友啊 第二天醒过来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也没多想 觉得可能是平时 这几天总听小李说 然后听多了又日 日有所思嘛 清理暗示 对 接着回老家第二天晚上啊 邪门的事来了 小李和他男朋友两个人一夜之间同时做了十来个梦 我去 几乎每个小时醒来两三次 每次都是两个人在同时醒 也是同时睡着 会做的是同一个梦吗 呃 他没有提梦的内容 啊 到了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啊 小李说自己已经浑身发烫 男朋友说他睡衣 都失了 嗯 两个人当时一想正月啊 开的冷风睡着觉 我去 夸张吧 然后后半夜还是不断做梦嘛 当然后可能是到了早上七点 七点左右 小李和他男朋友再也睡不着了 就开始起来讨论这些诡异的事情 嗯 这时候男朋友已经已经被吓到了 嗯 就是太诡异了 是的 嗯 当天小李他们就回去了 就回自己住的一线城市去了啊 小李回去那天晚上呢 就去了一家皈依佛教的一个佛教用品商店 嗯 店员用易经牌给小雨 小李站了一挂 排了八张牌出来 店员看了一下 问小李说 你是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东西是在十字路口 因为牌上面是这么显示的 嗯 小李回想了一下确实是当时那个废弃的小麦布确实是十字路口 一个脚上面 嗯 店员又说 呃 看现在这样排行啊 纠缠你的应该不止一只 有很多只 我去 跟我想一样 就一开始数量可能不多 但是你最近太衰了 磁场也不好 嗯 就现在有很多只东西跟着你 嗯 呃 说你要不 明天去某某寺庙某某塔下面 这边匿名了啊 嗯 转一百零八圈 店员还说 如果你不及时改变情况 你自己的健康马上会变得越来越差 而且会影响到我身边的人 嗯 还说 需要去寺庙立两个牌位 一个给列祖列宗 一个给历代冤亲债主 给列祖列宗是因为他们过得不好 没有能力保护你 嗯 要在香火旺盛的寺庙供奉啊 然后这样他们过得好一点 就能保佑子孙了 冤亲债主呢 就是自己前世做过的孽啊 嗯 让这辈子来还 所以要设 设牌位供奉 嗯 小李自己二话没说呢 第二天就去了某某寺庙 赚了108圈 啊这边也有图啊 寺庙的图 我去啊 就是很真实 我靠 是的 嗯 小李说自己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嗯 自己回去以后还有点后怕 找了个吉普赛女巫 买了净化空间磁场的蜡烛 这个这个也太太砸了吧 他砸但是说明他想解决问题 是对吧 是的 是他自己还和家里长辈说了这事 嗯 然后也给了佛祖欲坠项链 几块桃木 嗯 然后男友也给了小李一个虎牙项链 嗯 后来渐渐的呢 小李也没遇到什么怪事 就到现在啊 嗯 呃 但是他到后面就这边投稿已经结束了啊 但是他就想通过我们嘛就是问问大家他现在还很疑惑 嗯到底是遇到什么了怎么遇上了呃是因为自己身体弱心情不好遇上的还是怎么怎么怎么后来又好了 啊就是他是不是因为回大城市了人气旺 还是说自己身上这些保护措施 他怕这些东西拿下来以后自己又遇上了 我觉得是不是单一的吧 嗯 首先是他的家乡那边啊办那个这类似于法会啊这种集市啊这种民族民族的这种活动啊 他本身就会吸引这种往生的灵 而这个灵也是会聚过来看热闹的吧 嗯 当这个灵发现这个哎就有个人身体比较弱吗 那我就就过去搞他一下 嗯 我觉得这是一点 所以他身上有那么多抓的那个痕迹 然后呢他又确实是听了这些法师的这个建议 是的 把阳气提上来了 是的 毕竟人鬼殊途吗 还是被赶跑 我觉得是这样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嗯 所以我这边也是想听听于有们的意见 对对对 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经历啊 有点不吉利啊 呃有类似经历或者有效的建议啊 可以提供给这位小李可以发在评论区 OKOKOK 欢迎大家的积极评论 对对对 呃这个故事到这边 OK 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 来自于我们的小红树玉全智田 下面我们呢称呼他为小田 嗯 小田在特高里面说呢 这个故事它是他的某任男朋友回家祭祖时候发生的 而且他一开始讲的 他是也是好像是我们某一期下面的一个热评 然后我跟他聊完之后啊 他给我把评论补充的更完整的这个故事 嗯 他说这个男朋友啊是个大家族 所以呢每年祭祖不仅要回到老家 而且很多的这个族人啊都是从五湖四海赶过去的 那祭祖当天呢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他们干脆就包了几辆大巴车往返 那年祭祖灰尘的时候啊已经天色全黑了 因为是上山祭祖所以回来的时候呢全是下山里 那车就不能开的太快 就司机就小心翼翼的压着这个速度在山间里面开车的时候 男朋友看到窗外离山林不远的一片树林里面 有一个老奶奶 而且手上还抓着一把清气球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呢司机正好停车休息 就让全车人啊说你们要想方便呢就去那边树林方便一下 男友就这么傻乎乎的盯着那个老奶奶看 但让男友感到奇怪的是啊 这个老奶奶就这么抓着这一把气球 冷冷的盯着他们的车 就是也不说话 就盯着他们 但没想到这个男朋友是个乱头青 他不仅觉得就有什么问题 就不仅觉得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还拿出手机拍照片 把这个老奶奶照片拍下来 然后说要拿给自己家里面人看 但是他父母呢都表示说 车面哪有什么老奶奶啊 然后就赶紧催促他上车赶紧走 上车之后呢 他男朋友还确认了一下 手机里面是有刚才拍的照片 他想着等到这个停车之后 我再拿给你们看 然后就靠着这个车背 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座位 车椅的座背 然后就慢慢睡过去了 当晚呢 下车之后啊 可能因为太累了 他就没有把这个照片拿给他父母看了 但第二天 他们去乘船 去击败另外的祖先的时候呢 男朋友的手机意外的掉进水里了 好在呢 是他自己眼睛手快给捞起来了 然后找了维修店 做了简单的维修 手机倒是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当他翻相册的时候 前一天拍着那个老奶奶的照片消失了 没了 对 没了 我猜到了 其实我觉得没了 总比出现更多的要好 宁愿没了 是 那没了代表他人家不在乎就 确实 对吧 就原谅你的无理 是的 然后呢 当天晚上 男朋友在包电话周的时候 还给小田说了这件事情 小田自述说呢 对这些事情天生比较敏感 就让他赶紧把当天的其他照片都给删 这个时候呢 男朋友就犯起了倦 不仅不同意 还说 等我回来之后 我拿给你看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啊 第二天 机组 第二天就是 继续这个技组这个行程啊 流程 男朋友前一天拍的照片 全部都消失了 那等男朋友回到小田 跟他居住的这个城市啊 就开始不断倒霉 先是身体小病小灾不断 然后做生意也赔钱了 几个至交好友啊 也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 一直闹 最后闹翻了 而且这种小倒霉啊 一直持续了很久 才逐渐好转起来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小田在投稿的最后说呢 他说 人有三衰六旺 遇到不好的事情啊 还是尽量要避开 不要试图去挑战自己的旗运 对啊 这个太太太 太愣头青了 是的 这个不合适 大家不要学啊 让我想到了你的某位朋友 哪个 就是内耿啊 哦 他会不会做臭事 不知道 深究到底 有可能 我要引诱一下 有可能 下次可以诱发他一下 反正大家不要学这种行为啊 是的 所以黏鱼 其实我们的主体逻辑 还是永远不变的 尽量避开 不要去总想着解决什么 而是我不碰到 就不用解决了 对啊 你别惹人家 是的 OK 那今天的故事到这边 今天确实老鱼状态不太好 因为大家也能听出来 我的声音不太对啊 三月份 春天了 鼻炎 然后我其实这两天都挺痛苦的 是的 也都没怎么睡 那感谢大家对黏鱼的关注和支持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对我们投来积极的支持和关注 当然了 如果说您有一些意见建议 也请在留言区或者信给我都可以 那一样的 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 怪事和歧视 欢迎在任何一个渠道给我们投稿 所有能联系到我们的渠道都可以 同时也可以加老鱼的客服微信 Catfish talk 我之后会把这个微信号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来向老鱼投稿 那到这边 拜拜 拜拜